那我们这一两次的时间会都会跟大家讲这个环境污染跟健康之间的关系性 那环境污染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空气污染跟水质的污染 那今天我们会特别介绍空气污染 尤其是空气污染这一两年非常的热烈大家在讨论 那因为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空气污染对整个人体的健康的影响性 它尤其是PM2.5已经被公认是一级的致癌物 而且实际上在我们的十大死亡原因 一直都是我们的人数最多 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直都是第一名的死亡原因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 整个我们大环境里面 我们生活在这个当中 我们必须对这些的污染物有更清楚的了解 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 也知道如何防护 那让你的健康就会更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介绍这个部分 所以空气污染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第一张的这个照片 这是我之前到台东一个国小去访试的时候 我们去上课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环境 空气非常的清新 让人家觉得非常舒服 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讲 一个好的空气品质 是每一个人心中所渴慕的 另外这就是也是一样在 我们利用这个前一天去看它的环境之前 我们先到台东的一个海边去看了 去稍微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整个的环境非常的好 那同时在看空气的品质 非常优良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同时看到 也有其他时间跟其他地点 整个的空气品质并不是这么理想 当然台湾在其他地方也不例外 那除了台湾之外 其他的国家也是同样的情形 那因为在自然的环境 自然生成的或者是人为的环境 所造成的影响性的时候 让我们的所生活的地方的空气品质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性 那这是在德黑兰 另外一个北京也是有同样的情况 那在香港也是有一些空气污染的情景 那在墨西哥城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这么多的城市 他们整个在看到可见度的状况 然后再看看我刚所给提供大家的 两张的一个照片 之间互相对照 就知道说其实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大 那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空气品质的居家环境 或者居住的环境 那这是这几年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情景 那所以呢天空灰蒙蒙的情况之下 到底是阴天还是雾气还是有一些大量的空气污染 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空气污染呢 整个空气污染其实指的就是一些危害人体健康 跟周边环境的物质对大气所造成的一个污染 那这些物质可能是气体也有可能是空气中的一些玄弧物质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些物质会影响着我们人体的健康 那它的成分主要是有哪些成分呢 一般空气的污染的成因 那它们分为两种不同的原因 一种是天然的 一种是人为的 那天然的空气污染的情境就有这几个状况 就是如果有火山活动所引起的玄弧物质或者是它的烟 还有包括一些沙漠区域或者缺乏植物的区域所造成的一些风沙 或者是来自于动物排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 那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天然的 那这个天然的成因是我们比较难避免的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人为的 其实会造成这些的因素 大部分人为因素其实也占非常多的主要的部分 一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畜牧师所引起的一些的化学的残余物 还有包括工业活动 那工业活动是在这几年 因为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工业活动以后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那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的汽机车 特别是台湾除了汽车之外我们的机车非常非常的普遍 那这也影响着我们的一个空气污染的主要的成因 那另外一个就是燃烧煤炭跟引起的一些污染的物质 那油漆也是一些非化性的溶剂也会造成一些空气污染 还有包括一起气溶胶所形成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就可以了解到说 包括有一些天然的火山或者是天然的因素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人为的因素 你可以看汽机车 包括一些建筑的一个废弃物 还有包括就是工业生产所形成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最主要的 还有包括一些沙尘暴是属于天然的 主要空气污染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看这些来源以后 大家可以看这两个图 就非常的清楚 它是同样一个地方 可是不同时间点所拍摄的 它的差距就非常的大 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打开窗户的时候 我们怎么看到天空是雾蒙蒙的 那甚至看不清一公里以外的一些景物 代表今天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 如果过了中午以后 这个雾气都还没有散去 可能就是霾 就是一些 那什么是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图也是一样 他们在英国 因为常常到冬天的时候有一些雾气 那造成空气停住的状况 使得有一些污染物就不会散去 那霾其他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之中的一些 玄弧的一些灰尘颗粒 含有数百万的大气的化学类的颗粒的物质 让使大气变成浑浊 那它的能见度当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地面气温角那个半空为软活 所以空气会上升并存在半空然后散掉 可是如果碰到逆温层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脚高的一个软空气就覆盖在脚低的冷空气的上面 可能就会导致空气污染物质根本没办法散去 就一直累积在我们的生活的空间里面 那这个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 因为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冷空气是多的 所以这种情景在空气就会就比较不理想 那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 那它的主要污染物有包括哪些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常看到当然就是气体 还包括一些悬浮物 那气体当然就包括一些的酸性的物体 包括二氧化硫跟氮氧化物 那这些很多都是工业工厂里面所排放出来的 那气体当然就是氧化碳跟氮氧化物 那对人体有毒的一些气 包括氧化碳或者氮氧化合物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气体 那另外一个就是悬浮物 那悬浮物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我们简单分成两类 一个就是PM10 就要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 那这种颗粒不能被身体的防御基础所阻挡 所以直接可能会到一些肺部 造成一些危险性 那PM2.5的颗粒就比PM10更危险 因为它的颗粒小于2.5毫米 可以穿透我们的气泡 达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那这些的污染物 最重要是对我们的健康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性 那这些污染物 就会透过一些这些大气的悬浮物 然后一些原生的 所产生出达的一些的化学物质 然后最后经过光化和反应的时候 产生一些延伸物 那透过大气的各种的作用 停留在我们的大气当中 那我们人是生活在当中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吸进这些的物质 这些物质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的影响性 那我慢慢后面就会开始录续去看到 它这些物质 特别是PM2.5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到2016年连续35年 癌症一直都是我们的十大死亡原因 最主要的死因 而且它实际上就是在于 它的那个死亡的人数 比其他的疾病多非常非常的多 他们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气管跟吃气管跟肺癌 已经是台湾女性离害 肺癌最高达九成 不吸烟男性的也有四成的患者 是没有吸烟的习惯 这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肺部的一些相关的疾病 跟吸烟有些时候 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们正在探讨说 女孩子好像怎么肺癌的 发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女生抽烟的比例不是这么高 那我们常就在探讨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其实这整个PM2.50这几年 大家才发现出来的 所以就发现到 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心血管疾病跟肺脏的疾病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相关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看一下整个十大死亡原因整体的分布 大家注意到民国41年 我们的所有的疾病比较偏向 你看它的第一大死因是肠炎跟肺炎 那肠炎肺炎我们会发现到 这几年 好像我们在后来因为抗生素的发现 那整个肠炎跟肺炎好像也慢慢被控制住了 好像被控制住了 那所以使得之前所发生的 那时候在恶性肿炎排在非常的后面 那大家注意到 你可以看到 肠炎跟肺炎在41年 是十大死因的前面名次 可是到了民国105年 最新的质量 癌症一直当然就还是我们的第一名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台湾的癌症的发生 跟我们的环境因素非常非常直接关系性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做介绍 你就知道它的原因是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比例 那也发现到你看肺炎 既然在抗生素发明以后 我们的肺炎还在十大死亡原因当中 它并没有被排除到整个后面去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你知道现在最可怕的另外一种疾病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新闻 现在由于我们发炎以后 就是很多的发炎的疾病 用的抗生素非常非常多 那抗生素的使用不只在人类 在深处里面都用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也因为使用的关系累积到人体里面 那现在未来大家要开始对抗的是什么 对抗的是细菌的抗药性 对细菌抗药性使得未来我们真的 如果有一些发炎的疾病的时候 是找不到药物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 应该是远见杂志里面 最近有特别在报道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未来一个趋势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为的一些因素 所产生出的一些后续性的健康问题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恶性肿瘤我们都会认为是 实际上跟所有的 我们刚刚说的污染物是有很大的关系性 那心血管疾病也是有一些关系性 那我有提到说肺炎以前在41年 是在很重要的死亡原因 可是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被推出去 因为最主要是肺炎其实跟我们的很多刚刚说 等下会提到跟一些污染物有关系 更重要就是它跟免疫系统有很大的相关性 大家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有注意到我们周遭很多的人 他的免疫系统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 那当免疫系统不那么理想的时候 细菌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发生一些作用 因为我们的人体跟环境 其实之间是互相抗衡的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 当你的免疫系统机能是好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容易生病 当你的免疫系统机转是不好的 其实生病的比例就会比别人多非常的多 所以它实际上对于细菌跟人之间的关系性 实际上是有一些制衡的作用的 这个是让大家了解到癌症在我们十大死亡原因的意义 那十大死亡原因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就是未来等到你老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大部分会因为这些疾病而死亡 这是最惨的就是十大死亡原因 所以它的比例相对性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边特别提到癌症是因为跟我们今天所谈的 是有很大很大的相关性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PM2.5 怎么样影响着台湾的现况 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生活环境就是如此 那它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性 它叫灰色杀手就是PM2.5 所以大家这几年大家非常重视是 因为它就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当中 所以你必须要有所认识跟了解 不然其实我们所产生的健康的影响性是非常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小朋友 他没有办法出去活动的时候 升起那个空屋期的时候 实际上影响到他可能我们就会鼓励孩子不要出门 那不要出去活动的时候 不要出去活动以后其实更影响到孩子 我们常常现在在讲到视力保健的时候 会讲到希望孩子在下个时间能够多出去活动 那他根本就没办法出去活动 所以他的整个体能 他的体重跟他的视力状况 其实整个都会产生一些后续性的一些健康的副作用 那这个大家可以想见到空气污染 对整个孩子跟国人的一个健康的影响性 那实际上灰色的杀手我们都特别介绍PM2.5 我刚刚特别把这个介绍出来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他我们的台湾的现况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性 那空气存在很多的污染物质 其中漂浮在空气中类似灰尘的立状物质叫玄伏微粒 那他的名称叫particulate matter 那PM的粒径大小会有不太一样 小于或等于2.5毫粒的就称为PM2.5 那称为细悬浮微粒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称的PM2.5 他实际上就只有头 直径只有头发的二十八分之一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那他怎么来呢 我们看一下了解一下 他为什么会产生在我们的空气当中呢 他其实有来自于不同的原因 一个就是原生性 刚刚原生性就是 他本来就存在的 产生出来是什么样的形状 就存在那个样子 原生性是因为透过他原来的样子 然后透过一些光反应 产生另外一种的不同的物质 那境外传来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在台湾产生的 它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 那你可以知道空气 所以你看空气的问题 它其实不再只是单一的问题 它实际上是整个全球 或者是你真理周遭国家 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来源 这是台湾的情况 我们大气环境中 没有经过化学反应的一些微粒 直接就从大自然界 或者是人为的活动排放出来的 那包括的是什么 火山的爆发 森林或者草原的火灾 海岩的飞沫 或者是一些那个地壳岩石的风化 那人为的因素其实是比较多的 包括那个化石的燃料 还有包括水泥的一些制造的粉末 那还有包括工厂的烟的排放废弃 这几个都是在跟工业有关系 那民生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 我们民生其实就是加护燃煤取卵的一些物质 还有包括烤肉 还有包括一些垃圾倒茶的燃烧 那我们烧香啊 吸烟啊 这都是属于在民生方面有关的 那另外交通呢 就是我们的汽车车 还有包括营造 营造施工 所产生出来一些灰尘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生性 那它有一些自然的跟一些人为的 那延伸性呢 延伸性就是刚所产生的一些化学物质 经过太阳光照跟光化反应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些化学变化所产生 包括硫氧化物 有机碳化物 还有包括氧气的一些物质 最后产生出的硫酸盐 还有硝酸盐跟有机碳 这些就会产生不同的物质 那这是延伸出来的 所以它原来有一些所产生物质 就会非常的多元 那这些延伸物从哪里来呢 但最主要就是工业排放占88% 然后我们还有汽机车的 还有包括一些工业 有一些流氧化物是主要是工业有关 那那个氮氧化物跟机车是比较 机车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那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 这个污染的来源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境外的 从哪里来 看到我们台湾 这个红色这部分是我们台湾 那它会从中国大陆 透过一些工业机动车辆 还有包括民生车辆所吹过来 还有包括东北亚跟东南亚 这个季风吹来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台湾整个的空气的状况 这是一部分是主要境外来的 那哪些污染源对台湾的影响最大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原生的 刚刚有没有原生的主要是哪些 还是一样 我们主要是交通污染 工业污染 还有境外 所以它们其实大致各三分之一左右 各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在整个交通污染 一直也都是我们的最大宗 最大宗 那另外一个就是延伸物 主要是哪里呢 延伸物在台湾来讲 你看其实我们的工业 占了非常大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车辆 所以在台湾整体来说 工业还有包括车 所造成的排放物质 造成PM2.5 是很大的影响的主要的来源 那这个部分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大家都在生活这个环境当中 那跟大家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好 那我们看到它的延伸物以后 那比例最高的两种污染来源 这都属于台湾 车辆跟工业又源自于哪些呢 大家看到这个 这是哪里 这其实是在深重区上下班时间 从台北桥他们下来以后 汽车的壮观的情况 所以我这目的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机车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 污染的来源 那因为大家机车非常非常方便 那特别是有一些区域 它的大众交通系统又没那么好 那相对而言 它的机车的影响性也非常非常的高 那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这是机车的情况 那我们机器呢 最主要是机车 柴油车 或者是一些火车 或者是飞机 跟这个载重的一些农业失聚所造成的 可是我相信 在整个机动车的污染来源当中 我们的机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柴油车还有一部分 因为我们有一些的车子 它其实还是使用柴油汽车 那但环保署最近也因为鼓励 那个二行程的机车 希望你都能够台湾掉 所以其实实际上影响应该就越来越小 那另外一个就是工厂的一个状况 那工厂工业发展一直都是台湾也很重要的 一个主要的来源 那它当然所产生的一些排放物质是有很大的 对我们空气污染有很大的影响性 那工业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主要的来源哪些 钢铁业 电力业 跟化学材料 制造业 跟一个水泥业 这些都是最主要的工业污染源 那这些是台湾也主要经济发展的工业的产生 那我们十年来台湾的PM2.5到底是如何呢 跟七档空品区排放的来源是如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台湾的状况 其实你慢慢有在改善 有没有我们现在其实从35 一直慢慢降到23左右 可是实际上离整个标准 我们现在环包署的标准是15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10 所以我们的年平均浓度 实际上还有努力的空间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是台湾整体性的 可是实际上台湾除了看整体性之外 我们还要看区域性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看你现在住在哪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你的所居住的地方 的空气污染情况到底是如何 那这些是台湾前五名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名是哪里 云林 六清 如果你住在这附近 大家就是可能要在 特别是在回去以后 在房妇方面要特别更特别的注意 在六清的它是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高雄 第二名是高雄市的 高雄市中刚 第三名就是台中的一个电厂 第四名也在高雄小港区域 另外一个就是在基隆市 的一个发电厂的位置 这是目前前五大PM 这是康健杂志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 你的生活居家环境有非常大的相关性 所以如果你住在这附近的居民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那它怎么来呢 它为什么叫PM2.5 它其实是不同的成分 我们刚刚说它的会有原生物 会有原生物或者是境外移来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化学物质 会附着在这上面 所以会因为区域性的不一样 它的成分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它在一个工业发展为主的区域 那当然它的成分就会以工业发展所排出来的那些物质为主 那所以会区域性不一样 所以所产生的毒性或对身体的影响性也就会有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在讲到它的成分 OK 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成分 它的细旋腐液会实际上是整个的混合的组成 它所含的元素就会有一些有机碳 销酸盐 或者是硫酸盐 或者是氯盐 氨盐 或者是各种的化学物质所形成的 甚至Dioxin Dioxin也在它的里面 所以会因为不同区域 不同季节跟不同的气候的条件之下 我们的PM2.5它的成分就会有不一样 那不一样以后 当然对我们的毒性就会对我们身体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性 OK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PM的家族影响 如何影响到健康呢 PM50它实际上是肉体是可以健的 它顶多会影响到我们的上呼吸道 那上呼吸道它是PM的2.5的8千倍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过敏性的体质的情况 是因为它刺激到我们的 所以如果你鼻腔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有曾经在 有在有一些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的时候 走在它的路上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应该会发现到你的鼻石会更多 有没有 你的那个皮肤也会非常的 一段时间回去后发现皮肤旁比较就一摸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污染的物质 那这是在讲到PM50 那另外一个呢是PM10 那它会影响到就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 它是已经看不见 可是它是PM2.5的64倍 它会累积在我们的这个气管里面 引发一些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气喘的一些症状 那这个是它的影响的范围 那PM2.5呢就影响到肺泡 那我们整个肺脏的整个最重要就是肺泡 那因为我们的鼻腔 从我们的上呼吸道 这些都主要是我们的气体进入的管道 那进入管道以后最重要是要我们到肺泡里面做气体的交换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它最主要的功能性 那它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 它其实已经被公认是一级的致癌物质 所以这几年为什么大家非常非常重视PM2.5的污染的状况 所以这续悬浮微粒只有二十 它可以二十八分之一 可以穿透过我们的肺泡的细泡 所以它其实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我们在肺泡的整个功能 就在做气体的交换 气体交换以后它是要进到血液循环里面 送到各个细胞里面 送到各个细胞里面以后把那个二氧化碳排出来 然后氧气送到细胞当中 那这个PM2.5就会跟着这样循环以后 也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然后最后产生对细胞产生一些的影响性 这个是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性 那这个图也是让大家看到以下说 你看不同的颜色它影响的范围 从黑色PM2.5 黄色2.5到10 那绿色就是到这个10左右 所以所影响的区域范围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PM2.5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这个影片让大家了解到整个PM2.5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呼吸道 所以呢 如果你有呼吸 其实大家都会被影响到 如果你生活在有一些污染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它影响性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今天介绍这个PM2.5就让大家知道说实际上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性到底有多少 那所以呢 它实际上大家有特别提到跟我们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疾病 包括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包括咳嗽打喷嚏或者是肺活量的降低 那还有包括一些血管炎 大家有没有看到免疫系统攻击到血管组织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发炎的反应 那包括气喘 支气管炎 呼吸道的过敏 心肌梗塞 还有包括早产 流产 肺炎 但就是因为它一个发炎反应所造成细胞的变性 那还有包括让寿命减少跟脑中风 真的是跟PM2.5非常有关系性的 大家可以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所有很多的疾病 都在我们的十大所运里面是看得到的 那所以呢 到底最后产生多大的影响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影片 就是说我们的疾病影响到什么程度 台湾人被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发表一些数据的时候 对整个台湾人健康的影响性 那我给大家看这些影片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 PM2.5已经存在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 它其实是你感觉不太到的 可是实际上为什么它叫灰色的杀手 它已经慢慢形成一种无形的杀手 那影响着我们的整个国人的一些健康的状况 那短期效应它当然就会造成一些心脏跟肺部的一些相关疾病的人提早死亡 或者是增加心血管疾病住院跟急诊的就医的机会 那也增加呼吸道疾病住院跟急诊就医的状况 包括特别是气喘的发作 那也增加呼吸道症状跟咳嗽 效应跟呼吸短处的一个几率 那对儿童跟肺部有疾病的患者来讲的时候 它其实也就影响得也非常的大 那这是我们在短期性的影响 就是它会立即性产生一些的影响性 那对长期性的影响性 当然我们刚刚有看到 你可以当你了解非常的激转的时候 它其实就整个刺激到我们的上呼吸道 影响到我们的肺泡氧气之间的交换 那氧气之间的交换和有一些PM2.5 会直接进入到血管里面去 那这些的影响都会造成 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发作跟中风 还有包括肺功能的降低 那肺功能降低以后 它就会形成一种慢性的肺疾病 包括气喘的状况 还有包括一些肺炎的发生 那当持续肺炎发生的时候 其实它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肺癌 那对妇女生的影响 当然也就一些的影响性 那这个是美国他们环保署所调查出来的 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性 这样子 好 OK 那这个也是让大家也看一下 就是说不同的那个大小 PM不同的大小对健康的位置 就是呼吸 整个呼吸系统不同的影响性 那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 我就不再特别的多说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空气污染物对我们的 特别是呼吸道的地方的影响性 除了从鼻腔一直到气管 一直到肺泡都有很大的影响性 那让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作用 机转到底是如何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联膜 大家看影片就非常清楚 其实铅毛跟联膜是我们最重要的保护机制 所以为什么你会咳嗽的时候 那咳嗽其实是帮助大家 弹出来以后 就是帮助大家在呼吸的一些物质 进到我们的气管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些反应 反应以后联膜就会分泌出来 分泌出来以后把这个污染物本来黏起来 黏起来以后 它就刺激你的咳嗽 刺激咳嗽以后把它咳出来 这是整个人身体的一个本能性 它就为了保护机制 那呼吸系统在我们的肺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 它是我们整个都是无菌的区域 所以你任何物质进去的时候 其实身体里面是有强烈的反应的 那刚刚小的分子 它透过黏膜跟切毛的运动 大的分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你一个范例不小心进到你的呼吸道 你会使命的咳出来 那是因为它的整个的机制 就是不能让所有的物质进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 那这个是在讲到它的保护机制 那我们所产生的一些呼吸道相关的疾病 大家可以给它看一下 随着联膜来看一下急性滋气管炎 这是我们一般在正常的气管的空间 那整个发炎反应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肿胀的状况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曾经皮肤受过伤 大部分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大部分都会有分泌物嘛 对不对 有些人会有分泌物 大部分会从红肿的状况 对不对 那就是整个的发炎反应 那在呼吸道也是一样 大家注意到 呼吸道整个气管它是一种西形软骨 所以它让空气能够进去 所以如果当发炎的时候 身体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的分泌物 而且实际上会造成肿胀 那整个气道 大家可以看到正常的气道这么的宽 后面等个发炎反应的气道这么的小 所以当发炎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到 你的呼吸第一个有些时候会困难 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那个弹也会跟着增多 那这就是身体的基本的一个作用的激转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到 刺气管发炎 就会让整个刺气管管径变小 管径变小使得你的 好像呼吸就会比较不容易 那基本上气喘的情况之下 也是类似这种状况 它其实就是一种气管的发炎反应 发炎反应以后 然后造成一个软缩 那气喘的就是支气管的狭窄 那它的整个 它是一种反应所产生的物质 会造成整个支气管的软缩 软缩以后让管径变非常非常的小 反应非常小以后 它的氧气的供应就会不足 氧气供应不足以后 不足到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如果没有及时让它产生扩张的作用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死亡 因为你的氧气是供应不到的 那所以你会注意到 这几年 那你会气喘 它会有后生 就是有些是遗传体质 那有些是后面的因素 那现在空气污染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让气喘跟呼吸道疾病的人 其实越来越多 尤其是过敏体质人就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的空气里面 不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 让我们的呼吸道不断的产生发炎反应 那这个是在气管的情况 所以慢心支气管炎呢 它就实际上就是正常支气管以后 覆盖在一个黏膜 那最常见的是什么 是抽烟的人 那抽烟的人 它其实就是每一天每一天 像我们刚刚空气污染 有些时候我们是因为 有些天气不好 我们会造成影响 那么就减少到户外去活动就可以 可是抽烟的人 它因为变成一种这个习惯 所以它天天天天天 用一些的物质来刺激你的呼吸道 刺激呼吸道 你又注意到就是有抽烟的人 它天天常常那个产生痰的状况是 固定的 那固定以后是因为你一直在刺激它 所以整个的支气管就常常在产生发炎反应 发炎反应以后它就会不断的 这个细胞就会不断的分泌一些黏膜 然后阻碍的我们就会希望透过切毛的运动 把我们刚刚抽烟所的一些刺激物 天天的希望把它排出去 所以造成一个慢性支气管炎 所以一般抽烟会有这种情况 那空气污染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情形 所以你可以这个图是要让大家看到 你看它会除了吸烟之外 我们如果长期的在一个污染的空气当中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种慢性的发炎反应 好 慢性发炎反应就是你可以不断持续的 持续的发炎 那实际发炎就是黏液不断的一直堆积在我们的呼吸 那个气管当中 气管上面那个切毛 最后那个切毛就会没有力气了 好 它慢慢一旦切毛 当已经没有能力 因为你天天抄它 它其实目的是要当你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它可以做保护机制 可是因为你天天让它用黏液卡在它的上面 它久了以后 它其实就没有办法再去 有能力去搬运这个黏液 没有这个黏液的时候 使得形成细菌就会变成一个温床 因为你就是一个黏液的组织 导致反复性的发炎反应 反复性的发炎反应以后 然后让最后面整个的纤维会被破坏的非常完整 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持续的发炎 会让这边的细胞也产生一些变性 变性造成肺炎 就是肺我们简说的肺癌的情况 那这个是在慢性情况的状况 那这个是讲到 你看我们跟我们提到的是什么 是支气管的位置 OK 那这个是在通道的位置 通道位置你看它第一关 第一关我们先从鼻毛 鼻毛过来以后切毛 切毛以后你持续刺激它 切毛就没有了 没有以后它就进到肺炮里面来 那我们其实肺炮最重要功能是气体的交换 氧气跟二氧化的交换 整个的肺炮就像你看葡萄 一串葡萄一样 大家可以猜猜看它撑开来差不多有多大 对 差不多往球场那么大 如果撑开正常的 正常肺炮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接触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面积如果你在正常功能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看它外面周边所围绕的都是微血管 微血管以后它透过这样肺炮的功能 来进行气体的交换 可是如果说气体的交换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 由于有一些污染物质或者吸烟 造成它的间隔之间产生一些破坏 所以一个葡萄串就变成一颗气球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肺气肿的状况 那肺气肿跟一般正常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大家是不是它的接触面积 氧气的接触面积交换面积是变很小 对不对 因为它从肺炮从葡萄串变成是气球这么大 所以它的交换面积变小 所以这样类型的人 基本上活动量都非常非常小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做气体的交换 可它就没有办法 因为它只要剧烈一点点 比它剧烈一点运动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很喘 因为它氧气根本吸不到 它吸到以后进去没办法交换 没办法交换就是身体里面一直 才能缺氧的状况 OK 这就是所谓的肺气肿的发生 那肺气肿发生以后 当然就会让我们的心脏 也跟着就负担很大 因为为什么我心脏就会加快 因为我氧气不够 不够以后 我常常就让心脏就会加快 加快就让我们的心肌就会肥厚 心肌肥厚以后 让我的心脏能够交换的体的量又更小 OK量更小 那这个是在讲整个肺气肿对身体的影响性 这就是肺气肿 你可以看到它的面积 有没有体积跟下面这个正常的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谓肺气肿 它的接触面积就变更小 接触面积更小 那另外一个肺炎呢 什么是肺炎 肺炎其实就是细菌感染 整个细菌感染到哪里 整个肺泡 那肺泡就像这样子一样 它整个的分泌物都泡到我们的肺泡里面 好肺炎里面怎么样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看我们这是 大家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肺炎 这是我们的微血管 整个的气体交换 肺炎把氧气带进我们的微血管里面 微血管把二氧化碳带出来 所以都靠这样子的气体的交换 可是我的肺泡的内部 全部都是分泌物的时候 就像这样子一样 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气体的交换 当我里面全部都是分泌物 气体几乎没办法做交换 所以肺炎为什么会容易造成死亡 是因为它肺炎氢润的范围越大时候 像这个S光土白色的地方 就代表它整个是被细菌所侵润 所侵润以后 当肺炎发生时候 你能够交换的面积就非常小 非常小以后的氧气就不足 可是你知道它是一种细菌 会在你里面不断的滋生 所以当你的免疫系统变小 当我们的抗生素没有效的时候 它肺炎就会变严重 变严重不断的侵润到 我们整个肺 最后到你没有办法复兴 没办法做气体的交换 最后造成死亡 肺炎为什么会发生很多是因为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多疾病发生 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断的下降 不断下降以后让我们细菌在肺泡里面 肺脏里面不断的延伸扩大 扩大以后让我们能够做气体交换的面积变缩小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身体整个造成缺氧的状况 缺氧情况细胞是没有氧气 是没有办法做化学反应的 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常的生长 所以造成一个死亡的情况 这个是在讲到我们常见的肺脏的另外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肺炎的情况就是我们持续性的产生一些发炎反应 或者其他因素造成细胞的变性 细胞变性以后让它这个异常的组织在肺泡里面不断的扩大 造成这个侵蚀到我们的正常细胞的功能 那肺脏的炎症其实基本上很容易被疏忽掉 如果你没有做定期的检查 因为炎症实际上它肺炎的时候 它其实疼痛比较不会疼痛 可是你照X光是可以照得出来的 所以定期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呼吸道支的问题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会产生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刚刚所产生的除了血液会增加白血球跟血小板的数量的增加 血管会造成我们的内壁的那个损害的上升 而且容易让动脉的出现一些周样的沉淀 刚刚看到一个影片里面有特别介绍到 那血栓形成也会跟着增加 那心脏也会造成容易造成心律不整 那除了这些之外 以后自律的神经也会受到一些的干扰 那血管内皮的发炎跟那个气体的压力都会跟着增加 那也成立一些肝脏的影响 还有包括脂肪组织分泌抵抗素的一个等的荷尔蒙的情况 所以可见就是PM2.5其实除了影响肺脏 最重要是影响到心血管 那我们看到整个心血管的问题就是 在十大死状原因 这两个是占非常非常大的部分 所以看到这个可以了解到它会影响到它的内壁 另外一个你看这个是血栓 我们常说心脊梗塞的形象是因为除了管径变小 管径变小以后 它的那个血磷子容易临际而成变成血栓 跑到哪个地方就塞到哪个地方 塞到哪个地方以后造成供应它的那个区块 那个组织造成坏死 造成坏死以后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功能 没办法产生功能以后造成一些疾病 那这些疾病就是我们作为心脏的疾病 那台湾的2014年它PM平均值将近有30毫克 是这个比一般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还高很多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判定的浓度 那我们现在环保署也有这样子的监测指标 所以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比较低的时候浓度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在户外空间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说到35以上的时候 它就会受到一些慢慢的影响 甚至高到如果大于71%的时候 就变成纸爆 我们这样做的纸爆 那就会造成影响性 那怎么样防治呢 这些问题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PM2.5对我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而且它是无所不在的 那可是什么防治呢 当然一定要从中央政府的相关的法规的制定 还有包括监测来做主要根本的处理 根本处理 所以政府制定一些相关的法规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现在已经制定它的标准 那已经朝这个目标往前走 也慢慢有些改善 另外主管机会应该落实第8条的总量管制 确实降低污染源 必要时候减少这个现行的三分之二的空气的污染的来源 刚刚我们讲到有没有 主要就是工业污染源 尤其是延伸物有没有 占将近一半的比率 那这些都是要定立相关的法规 那我们刚刚说的工业污染源 其实是因为牵涉到经济发展 所以你知道那个处理部分其实不是这么的容易 那最近发生了一个云因线 他们就为了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到 云因线是在六清的关系 所以它的整个的空气的状况 产生PM2.5 其实是算是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那当然云因线政府的那个县长 其实非常的积极 当然希望能够把制定一些相关的管制的办法 所以呢 透过除了透过中央的一个 还是你看特别就是有一些争议的状况 那他们去制定 那时候他们去制定了一个地方空污的一个法规 结果你知道被中央政府给打回来了 说你这个是无效的 那无效的就可以看到 以地方来讲 他们非常在乎他们自己的居家生活品质 希望从地方制止法的一个部分来去制定 可是实际上确实没有办法 那这个就是一个地球公民基金执行长 特别在书名这个问题的所在的地方 你看他们实际上就是整个 我们整个政府的还是在一个以中央做管理的 那地方制止的情况只是 不能抵触在中央的状况 我用三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他从不同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 那我这个要凸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制定相关的法规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他牵涉到的层面是不同层面的一个说法 大家可以看到对一个污染环境的时候 在县长不断的力挺 整个相关法制的定定以后 希望通过地方制止法的一些发规的改变 可是因为他可能跟污染防治法 有一些相关抵触 所以没有办法去执行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当然在不同的立场的时候 他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这个部分主要是让大家看到说 你可以看同样的世界 他们会有不同的对象 有不同的诉求 那我们等一下下面看另外一个影片 就只是让大家看到 好那这样子那个云林六亲主要的主管 他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影片我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整个无论是空气污染 无论是水污染 其实要厘清谁是污染源 真的很不容易 那他其实有各说各的话 另外可是 对学生有没有产生影响 有就是事实在不在 在 孩子的情况 健康的状况有没有受影响 有 因为不然他为什么要谦笑呢 好那就是事实存在 可是现在就怎么样去厘清 他的整个来源 而怎么去处理 尝试在环境污染的部分 造成的影响性 那下礼拜我们会再讲到水污染 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那这个我们再做一些说明 那除了这个之外以后 我们很多的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不幸只有在云林线 其他地方也有空气污染的 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刚刚都有提到 那所以很多团体开始在抗议 我们的呼吸 这个呼到干净的空气 是一种权利 对不对 那所以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可是处理问题 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容易 那这个是从一个政策层面来说 那所以呢 如何改善一些的政策的影响性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认为是 其实是要逐步的 把那个污染源 包括我们的工业的发展的状况之下 慢慢的改善 慢慢的去做发展 那前一阵子有没有 在讲到那个太阳能 各种用环保的方式 政府也不断尝试在做 可是因为牵涉到有一些的 外在的因素 它在制作过程当中 有一些的瓶颈 所以它在发展的 这个状况是不那么快的 那这个是在讲到 整个经济发展 跟政策的执行的状况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于 移动污染源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说机车 机车从政策层面也一样 就是要鼓励大家尽量 运用大众运气系统 然后自行车 然后建议使用低污染的 一个引擎 奖励淘汰一个老旧的车辆 制定一个低污染的 有效率的一个减税的捐税 那个税捐的政策 然后定期的要检查车辆的废弃排气物 还有订定严格的标准 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订定严格标准 是一个法治社会里面 如果你的法规 能够定定的很清楚的时候 那再加上执法非常清楚的时候 就慢慢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往前 就减少污染源的状况 那这个是在政策层面 可是我刚刚已经看到 就是说他在执行情况 有些时候是有他的困难度的 所以他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是会有一些长时间 可是他的那个影响 是不是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着 那这个是造成现在 很多疾病的情况 那从我们个人层面呢 怎么样来做呢 那当然就是减少吃油炸食物 减少吃烧烤 那多吃一些蔬菜 是因为油炸食物跟烧烤食物 他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PM2.5 那是在饮食的部分 那多吃蔬果是除了 增加他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能够增加免疫之外 蔬果 特别是蔬菜粗纤维的情况 它实际有产生排毒的效果 实际有排毒效果 让你的大便量能够跟着增加 所以它有一些作用在 那在医的层面 当然我们就尽量选购一些天然的纤维 减少这个使用到石化原料 那干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其实有送洗衣店的时候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把那个不容易洗干净的时候送到洗店去 那当然因为它要把你洗干净 它就会越强的一些的化学物质 那你回来的时候它不是套着套子吗 请大家注意一下 请大家不要马上去穿 也不要把它套着 套着以后放在衣柜里面一段时间 那有些时候你第一个套子可以拿掉 第二个方法可能就可以放在户外稍微一两天 让里面的一些的石化的一些溶剂给它挥花掉 不然你其实穿在 你马上穿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那些物质会让你也会造成一个吸入性的污染 那这个是在衣方面特别特别的要注意 另外一个住的衣服也是一样 就是你在洗完以后一定要放在通风的地方 如果可以尽量放在户外 不要尤其像天气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的时候会有下雨的雨季的时候 那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 洗过的时候因为那清洁剂如果没飞花 就是没有散得够清楚的时候 常常都是我们自己会吸进去 那住的方面呢就是减少涂料 就是我们的油漆的涂料 那这个造成一些鲜病的情况 另外一个直栽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也有一些进化的作用 那行的方面当然已经特别提到 就尽量运用大众公共运输系统 减少这个机车的使用 那机车当然也要定期的做检查 然后做自我管理 那因为定期的做检查 排放物质就不会造成一些污染 那教育方面当然我们要透过一些教育方式 当然课程里面不论小学到大学里面 其实都要把这些的概念让大家了解 那大家越了解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这个对健康的重要性 那当然有家长的时候必须要当然有医生作者 在生活行为方面要尽量减量 然后减少这个PM2.5产生的污染的状况 好那娱乐方面当然就是既是我们的刚刚说烧精子要减少 那还有泡足也尽量减少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一个PM2.5增加的情况 那生活作息上当然要规律 多喝开水水跟常运动 目指的是什么 增加你的运动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的状况 还有减少抽烟 那这个是环保署他在检测PM2.5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 当然就是经过在黄的35以上的时候有一些相关的疾病就要减少外出 那当然到红色的部分的时候就要尽量不要出去 那你要出去怎么办 你要不要生活 要啊你要不要去学校 当然要啊 还有不要要工作 那怎么办呢 戴口罩 我们刚刚看到有没有很多人奇迹的戴口罩 那个一般口罩效果有效吗 没效 那什么才有效 你看要住居要戴口罩 户外活动都要控制 个人卫生要特别的注意 有没有 调调个人卫生要清洁 还包括建议 当有污染很严重的时候要开关窗户 做空气清新剂 然后呢口罩 你看这就是现在碰到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常看到一般我们的布口罩 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们外科口罩呢 也差不多20% 那最有效当然就是所谓的N95之类的口罩 可是因为N95戴酒以后 你会觉得不舒服 会觉得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会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相对而言就带人也没那么多 那这个是在讲到说 我们在控制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些的状况 那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其实尽量 你如果骑机车的时候 如果可以带N95 就至少在骑机车的时候 如果有N95口罩 其实对大家的保护性是会比较好一些的 OK 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现在的状况 那后面有讲到其实我们就是要全民的共同 大家 我今天所介绍的内容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到PM2.5 那因为它现在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性是最大的 所以我特别把它列出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实际上可不可以有努力的空间 有改善空间 当然是有 那透过大家共同努力的时候 从政策层面 从个人层面 那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空气 也达到一些的改善 最后能够让我们的天空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清晰 那我大家的健康就越来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